吃完我等会儿送你回家 我还不想回去 要不你收留我一晚吧 想着没 不想回也得回 傻气 好啊 长本事了 还离家出走了 阿姨 刚刚我 在下面碰到丁县 就带她身边去吃了个饭 这就把她送回来了 真是辛苦你了 思雨 没有 阿姨 你哪儿都忘了 思雨 献献怕最近不太对劲 我就想问问你 献献在学校 有没有要好的小男生啊 这事她也没有跟我提过 那 那可能是我多想了 献献最近 特别叛逆 藏藏藏藏的事情多 我也是没办法 嗯 但我觉得 丁县她还挺听话的 所以阿姨 您不用太担心 好 那阿姨不耽误你了 那赶紧回去吧 谢谢你送县县回来 应该的 那我先走了 好 我问你 您有把我宝贝女儿怎么了 我不担心她吗 看了她的日记 我也没说什么呀 你就知道胡短 我这叫胡短啊 你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 你知不知道 你不能这样 你去 你去哄哄她去 不 我不去 我还生气了 呗 你 你这真惧 别乱给我的 小鸾 我不去 你这不看哪 你这不看呀 不看呀 你这不看呀 你不看呀 你这不看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老师 我没考好 你不是对不起我 成绩是你自己的 这都是你平时会做的题 怎么都还错了呢 行了 你自己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 换个座位 好好学习 不是吧 你真的考砸了 太紧张了 没考好 那搬吧 怎么回事 我坐这儿 行 没事啊 穿一下 这套卷子是往年的经典提醒 今天回去做完 明天讲 都别糊弄啊 多做一道题 那就是多得一分 最近大家回去的路上都注意安全 家长能来接的就来接一下 如果是不能来的 就一起结伴回去 下课吧 下课吧 思雨 你有听说过身中热人吗 不用说前几天我朋友的弟弟 刚让我打结婚 你看那个人 连小朋友都不放过 真惹那个哭 我 你别走啊 你等等我 你不追出去啊 追出去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傻的 你就实话实说呗 我怕他知道了 再去找旧妈 那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啊 所以一定要帮我想一个换座的好借口 这还不简单 你就说你看不清黑版不就完了 我妈刚给我配过眼镜 那你就说怕影响周四月学习 相比之下 宋子齐更影响他吧 实在不行 你就说你想和孔沙迪会做 这种结果他肯定不会信的 那我也没办法了 周四月 我说周四月来了 他不是先回去了吗 这么巧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点这么多 别别点了 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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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我突然想到我那个夜书班还有课 我就先走了 骗子 你根本就没课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拜拜 我先走了 好 你们俩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 吃 吃啊 忧 lod zuf 坐那么快干嘛 老师不是说放学之后早点回去吗 万一碰到孙中恶龙就不好了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为什么换座位 我这次状态不好 下回一定会考好的 能不能不换座位啊 行啊 那你让周思月来找我 他已经帮了你这么多次了 也不差这一回 算了 回家吧 stock 去吧 去吧 女生为什么会突然疏远一个人啊 说明你惹她生气了呗 谁 可我完全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女生生气不需要理由的 你看看孔沙迪就知道了 谁 那我可以怎么做 红女孩子还不简单 送礼物呗 谁呀 她已经整整一天没跟我说话了 你不也没跟她讲话吗 我那是没找到机会呢 你再也不跟她说话 有人可要节足先蹦了 这个杨淳子怎么又跟思悦走那么近啊 你没听说吗 跟她玩得好的那个男生出国了 又开始找思悦了 招三目四 哎呦 行了 你可别打包卢屏了 跟D线还没说话呢 看来我换座位对她也没什么影响 是我自作多情 真酸呢 你试试她 一根筋 哎 宋子欣 你喝我奶茶干什么啊 真难喝呢 还给你 我求你喝 哎 听线怎么了 活儿没了 嗯 至于吗 差不多得完啊 你们能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吗 快点 你的狗眼睛看一下 他们在说什么 三传一段 不然变谈 你臭火打劫啊你 四传 我请你 成交 话剧选好了吗 他们要去看话剧 定好了 回头用电脑发你 还说不是朋友 骗子 来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觉得 思悦最近不太对劲 昨天我们把她在小群讨论来着 讨你个周思悦 还说不熟 不熟干吗一起去看话剧啊 从这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这么生气干吗 我听说 听说 冰河剧院最近出了新话剧 叫暗恋桃花园 还挺好看到 你喜欢看话剧啊 我就随便了解了一下 你不喜欢吗 我没看过话剧 是 但是 也不是不可以了解一下 我就知道 想约我 我回来了 谢谢回来了 赶紧赶紧收拾收拾 是 咱们去思悦家 你周叔叔和阿姨说出差回来了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不去没饭吃啊 我不饿 妈 你今天画这妆真好看 你本人就漂亮 配上这妆就是绝配呀 你说 想干吗 那个 零花钱 给 拿去 妈 能不能多给点啊 二点净通 这个又给你几次了 就五块 多一分都没有 电闻城 快点 来了来了 走了 电信仓 知道 我一会儿走 快点啊 姐 你今天气色真好 没有 妈妈说得对 你就应该改改这乱花零花钱的毛病 我才不是乱花零花钱呢 我是要给 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什么不懂 你就再狡辩 对了 你怎么没把献献带过来呀 献献最近啊 月考没考好 在家学习了 丑死人了 这考试没考好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谁还没个失误的时候 我们家献献啊 不像你们家思悦 聪明 一学就会 你看还会高科技呢 好奇啊 这献献现在任性起来了 非要学什么理 你说这成绩一落千丈不说 能考个二本就不错了 什么名校啊 指望不上了 不错了 阿姨 其实 丁献她性格就是这样的 她只要认定一件事 她就会坚持到底 所以说 就算名校难考 我相信她也是可以的 你不用担心 阿姨 献献可是个前途无量的孩子 你放宽心 是吗 丁献 我有个心情吧 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你们女生的八卦 我才懒得听 告诉你 是关于周思月跟娘春子的 听听也行 他们初中的时候呢 一起参加过数学竞赛 但渐渐的 风言风语多了 周思月为了避嫌 就跟娘春子越来越远了 无所谓了 管她跟娘春子怎么样 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不提周思月 你们都被打扰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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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魔掌一个 思月 这边 这边 又写错了 又写错了 苏子齐 你来有橡皮吗 我没带啊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大家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玩啊 附近看了一家新的游戏 听见得还好玩 咱俩一块去 你眼睛怎么了 你眼睛 谢谢你呢 可能在家学习吧 也不知道我妈让不让我出去 思月你呢 再说吧 宋子歇 你给我出来 干嘛 赶紧的 我 我 给我上顶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受不了了 我也受不了了 我爱着你什么事 不是你 那两个 他俩是有点不对劲的 这样下去不行啊 你说 他们俩一天不和好 我们俩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同意 那怎么办啊 这样吧 我们周末把他们弄出来 让他们单独相处一下 我负责丁线 你负责思月 凭什么 为什么不换一下 我不管 反正你要是办不好的话 你就别来见我 恐杀你 恐杀你 说好的兄弟情 你就为了丁线把我给卖了 谁要跟你当兄弟啊 我帮你吃 不 不当兄弟当什么 你自己想啊 恐杀你啊 你不会 就对我有二心吧 你少自恋了 恶心